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东南传门減言时刻 我是主持人洪減言 今天我们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我们民建联主席 立法会议员李慧琼接受我们的访问 大家好 阿坚你好 主席 谢谢你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民建联最近有一个大动作 如果大家有朋友看的话 其实最近有些小巴的士有很多的广告 就关于变革香港的 其实民建联为什么会提出变革香港呢 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主席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实在的 就是大家问一下自己香港是不是需要变化 是不是时候改变 是不是需要改革呢 我相信如果你问身边的朋友 很多都会告诉你 都是时候要改革 是时候要改变 事实上香港回归以来呢 我们一国两制这个制度 给了一个很好的制度优势 让我们在各方各面都取得很多成就和成绩 但是同时呢 我们自己要检视自己 就是验身那样 其实验身的结果就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身体都出现很多毛病 是不是 如果2019年是一个验身的其中一个显示 你都要承认啦 是吧 你又高血压又糖尿病 可能就都有很多病前身 那如果体现你香港的整体病征 就是你很多深层次矛盾 是吧 你好像行政效率现在就特别慢 香港以前说香港的行政效率很好的 现在香港的速度就比不上我们竞争者了 是 特别周边我们的城市 不要说深圳和上海 有时候很多人比一下澳门 好像觉得我们不知为什么 好像比了下去一点点 最近特别是抗疫防疫 很多人说的 没错 这个不得大 有时候都要看这些情况出现 那楼价我们长期高期 为什么年轻人读完书 努力的年轻人没有爸爸妈妈帮买不了楼呢 是不是他们错呢 其实不是他们错过的 是不是社会没办法提供一个安居给他们 我们作为政党我们需要想呢 是吧 那青年人的工作我们都要反思 是不是 事实上为什么 回归以后青年人就更加似乎是 对于社会有这么多不满 对于建制政府呢 是是是是是是是 持反对意见为多 是吧 那司法机构也都需要与时并进 那就是总体呢 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现象 我们需要认为呢是时候要自己去调养身体了 自己要改变了 如果再不调养身体 自己不去大刀闊斧地去改变 我恐怕呢 我们的病菌呢 继续入侵我们其他的五臟六腑呢 我们吃老本呢吃不了那么久了 最后呢 一个城市继续能不能够发光发热呢 如果我们自己医不好自己的病呢 恐怕我们就会 身体越来越叉下去 最后受害就是香港市民 所以 简单而言我们认为 如果自己不总结经验 如果看不到自己需要改变呢 就其实没办法赶上时代的发展 当然呢我们都要看回历史大背景 总体来说世界已经出现大的变化了 无论世界大格局 以至是国家的高速发展 以至香港内部那个矛盾都跌加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是一城不变 继续是吃老本 继续是用回以前那一套 认为以前那一套可以 现在就将来都可以 恐怕呢 也都是脱节了 当然也都要多谢国家 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出手 国安法的落实也都 给了社会回复稳定 总体呢 就是当社会稳定了 当爱国者治港也都有效落实之后 我们相信 是时候我们自己呢 要去处理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是时候要改变 是时候要改革了 简单而言就是这样 其实我都想起了 就是变革香港 就是跟以事并进 以事俱进 是同一个方向 是 最近就是变革香港 和最近很热闻的 就是叫爱国者治港 提出 两者其实有没有关联在呢 绝对有关联的 我们要能够有变革香港这个条件 其实要有 第一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环境 因为 特别经历了2019年 香港人都很有感受 其实社会如果不稳定 当你周街每个星期六天 都在说在哪里黑暴 或者都是出街都害怕的时候 其实你说什么变革 说什么改变呢 其实可能都不够安全紧要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所以国安法的落实 给了这个稳定的环境 第二呢 其实只是政治争拗 恐怕也都没办法集中精力做事 过去香港回归以来 香港都是陷入了很多 不同大大小小的政治争拗 对吧 就是议会也都是经常被拉布 很多东西就是被拖住 政府被拖住后腿 我相信爱国者治港落实之后 是能够令到香港的政治生态 变得健康一些的 或者不需要让香港 是被这个政治那个争拗 不断拖住后腿 所以在这两个背景底下 我们认为是时候 我们自己都要提出改变 是时候要改革自己 改革香港 就令到香港是可以与时并进 让到最重要 我们除了是变革香港 其实我们有三个目标的 就是要保住个稳定 促进公平 以及分享繁荣的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每位市民 不同阶层不同年龄 最后都真的在香港安居乐业 一起分享到经济成果 保安定 促 促公平 促公平 享繁荣 没错了 这三个目标 民建联有什么的措施 有什么方法去凝聚市民 一起去推动这些 首先第一要大家都支持这个变革方向 是否时候是变呢 是否时候是要改革呢 如果你都支持 大家方向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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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政策的改革和司法机构的改革 我们就认为 又是这样 看检之后 我们认为 六点都是出了一些毛病 或者都未能够与时并进 需要自己提出一些改革方向 我们都会集思讲益 和社会各界沟通 希望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方向 当中你问我最重要当然是行政改革 因为香港其实如果看回归 我们是一个急动式回归 当时就基本上没有移动的 所有东西都没有 其实到现在移动的方面都不多 除了问责制引入之外 严格来说行政架构没有什么大变化 其实是 是吗 那20年都 其实不止20年 不过FORRIC都不知道多久 20多年了 那你是否能够适应现在社会的要求 适应世界的变局呢 恐怕又真是要去想一想 特别我们看过去香港速度 就是一个很多人救病的问题 是吗 起楼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要增加土地供应 增加房屋供应 令到青年人上楼有望 但是 讲极都是要十年时间 十几年时间由生地才变熟地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配合 生地变熟地 刚才说起楼还不知道有几年时间 是啊 是不是这样 就是真的能够追上社会的步伐 以及是不是这样就是能够 自己解决到自己的深层次矛盾呢 恐怕我们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 想一下怎样去开药单 开药坊 最后我们自己都是受苦 所以我们有具体六大改革方向 当然如果市民有其他的项目 都可以提出 当然了 没错 就是我们民建议 或者我们民建议 各个支部的各个议员 或各样事件提出来 这个就是民建议提出 也有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我相信主席你都听过了 就是这个变革香港收集回来的 这些政綱这些建议呢 会不会作为你参选行政长官的一个政綱呢 其实我们提出变革坚你都很清楚了 不是为了哪个人去参选行政长官而是做的 总体而言 此时此刻民建联 我们会和香港市民一起推动变革 推动改变和改革 我们此时此刻是无意派人参选行政长官的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有党友可能是你 我能包含一下 你和我们提到 提到有些想法 那我们就再去处理 但是暂时呢 我们其实都是一心一意 和全港市民去做的 不过我们民建联当然 变化都由自己开始了 就是香港的政治体制 你都很熟了 就是行政主导 我们政党的角色 过去都是议政议政 参政议政 将来 在变革的时代 大变局里面 我们很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界别的人才 加入到民建联里面 和我们一起推动香港变化 所以我们都说过 除了是参政议政 我们争取不同渠道 参与管治 那当然怎么表现出来呢 可以加入政党 可以加入法定机构 咨询架构 甚至在政府里面 是吧 当中央有需要 社会又有需要 指民又支持 我们一定以不容辞 是吧 是吧 阿堅你都会是吧 是吧 我们肯定是积极的 去推动社会发展 当然这个变革香港 我们收集回来的这些 的建议和窗户 我们都是会积极推动 将来的政府 或者现任的政府 去录杀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 希望可以令到香港政府 继续在行政部门 在各个範团 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这个变革香港 为的呢 都是为我们香港的发展 以时俱进 文件也是香港的 一个很重要的政党 也就是透过主席 你的带领 我们希望这个变革香港的 称议可以尽快出来了 最重要是大家支持 好吗 如果你支持变革香港 你认为香港要改变 香港要改革 给个like我们 或者多点留言 给多点意见我们 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努力 去推动厌界 或者未来的行政机关 或者中央政府 接纳我们的意见 将香港变得更好 将香港这块土地 是成为大家 是安居乐业的土地 好吗 好啊 民建年需要大家 香港人都需要大家 肯请大家 一起维香港 就是一起努力 多谢大家 去收看我们这个感染时刻 好 多谢主席 多谢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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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一天